韩国以及日本的一个最高水平的足球联赛都已正式开幕了 那么在亚洲范围内基本就剩下咱们国内的中超仍处于一个休载期阶段 导致这种情况的发生的一个原因主要是与下面三个的因素有关 首先足写拟定的一个中超新赛季的政策还未落实 其次很多中超球队存在一个健新的情况 那按照足写的规定来看有这种现象的俱乐部是没有资格参赛的 那最后很多球队正在重建 那足写肯定是给出一个富裕的时间 等大家以一个崭新的面貌走进中超的一个新赛季 那么在众多重建的球队里就包括了广州队 广州队上代几个受到俱乐部运营资金短缺的一个影响 毅然决然的与球队五大规划进行了解决 试图来缓解来自资金方面的压力 同时广州队还出台了相关的现新的政策 从核心主力再到年轻梯队 每年的薪水都受到了一个大幅度的降低 而就在近日广州队背后最大的金主 恒大集团的老总许家印是再度放话 宣布了球队接下来的一个运营政策 其内容可以说是令广州队峰回路转 同时也会帮助中国足球走向复兴 许家印表态的内容主要如下首先在任命的广州足球俱乐部董事长 是由恒大的足球的学校校长王亚军担任 其次许家印再次强调恒大会继续坚持把做好足球 并不会中途放弃 并立下誓言 直言要为中国足球发展做出贡献 最后许家印表示广州队要走出一条自我造血的一个道路 仰外之一就不是不花为重金签约打牌球员 将更多的精备放在轻讯环节上 从而打造一个可持续为一线队贡献人才的一个道路 很客观评价这件事 广州队最终能否取得成功 咱们暂时无法判断 但起码可以在广州队的新的政策下看到中国足球的未来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众所周知目前的金元足球已经无法支撑球队更好的运营 对吧 那么当各个俱乐部开始重视清穴 也算是在为中国足球探索一条新的道路 如果说这条道路真的走通了 那么国足在未来肯定是可以出现一个人才井喷的一个局面 那各位精明朋友对此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探到